近期在英国著名厨艺竞赛节目MasterChef中 来自我国的参赛者扎勒哈决定烹煮椰浆饭 让外国见识我国的传统马来美食 他以椰浆饭作为主菜 再以三八炒虾、榨浆鱼仔、花生、煎蛋卷和人当鸡作为配菜 菜色十分丰富 但是这道菜里头的人当鸡对评审来说 却是一道难以下烟的食物 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 扎勒哈聆听评语后哑口无言 最终他也因为这道菜无缘晋级半决赛 而人当鸡不够爽脆这个评语 也在网上献起激烈争议 连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也在推特上发文 表示哪有人吃爽脆的人当鸡呢 而前首相敦马哈迪则认为 应该是评审把人当鸡和肯德基炸鸡混为一谈 才误以为人当鸡的口感应该是要爽脆的 英国驻马最高专员维基特利迪尔 也同样在推特发文表示 人当鸡是我国的招牌美食 而这道菜肴本来就不应该拥有酥脆的口感 MTV7综合报道